长沙有些警察就被喷了不少口水 原因是一段来自网上的视频 据说有5000名警察身穿制服 齐刷刷的排队参加婚礼 咱们来看看是不是真有这事 在关于网传5000警察打造长沙醉牛婚礼视频的 严正声明中称 该视频标题和描述 纯属无中生有故意造谣 是不负责任的将两件事情生那硬扯到一起 原来在12月6号那天 湖南省武警总队训练基地 倾心了一场湖南法院司法警察岗位 大连兵汇报演练 全湖南省数百名法院法警都去参加了演练 活动报道可见湖南法院网和省内其他有关媒体 可是无巧不成书 就在同一天训练基地门口的唯一道路上 恰有村民举行婚礼 5000警察打造长沙醉牛婚礼的视频场景 实为参加演练法警及车辆离场时路过而已 而不是视频描述的那样是来参加婚礼的 网络之所以有如此的魅力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种 久违的渴望的自由 希望每个人都能用心去珍惜 自由不等于说无所顾忌 我们欢迎事件真相 但是也拒绝事实想象 那么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种